一家大小坐在樱花树下 手拿自拍神器和家人拍照 这是在乌来勇士广场上 随处可以看得到的景象 大年初一走春 北部的民众第一个景点 马上就会想到去乌来走走 这边都是原住民啊 全家 来玩啦 空气很 广场上有民众带着孩子 骑着脚踏车 赏樱花看瀑布 当然也有不少民众 会光顾在这条街上 由当地泰雅族人 所经营的咖啡厅 以及原住民料理餐厅 业者说人潮明显增多了 今年算很多了 对 而且一大早就很多了 其实每年走春 大家走到乌来 不外乎就是欣赏樱花 不过仔细一看 今年乌来的樱花树上 几乎看不到樱花 附近店家表示 由于今年的樱花比较早开 现在也都差不多慢慢凋谢了 但是并不影响乌来走春的人潮 以及店家生意 继续小吴流星北市乌来采访报导 咖啥 编宝 发声明圈